歡迎大家來到周庸周圍講節目 其實今天已經4月26日 很快5月8日 特首選舉李家超 就會成為後任的特首 其實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香港和在法國 新任的政治領導人都是5月上任 馬克龍選贏了 他就在5月14日上任 5月8日 李家超將會就任下屆的特首 當然到7月1日才上任 大家都是任期五年 如果我們兩個比較一下 誰好一點 老實說我可以告訴大家 兩個人相比之下 李家超肯定好過馬克龍 好過馬克龍的意思 我們不是說他做人 或者其他方面 我們不說的那些東西 而是他們所面對的問題 基本上法國所面對的問題 就是大過香港李家超所要面對的問題 你可能說有沒有搞錯 別人整個國家這麼大可以搞 香港現在真的很多亂 其實不是 如果我們分開來講一講 法國面對的政治 其他內部的問題是什麼 香港李家超 今個星期就會公佈他的政綱 然後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兩人之間 大家所要解決的問題是誰多 是誰難 首先說 政治分裂 這個真是全世界任何國家 有政治分裂 老實說一定是民心不定 一定是大亂的 好了 那你看看法國的環境 法國是怎樣的 馬克龍說58% 高票當選 但是你一定要看馬克龍 其實底盤有多少人支持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一個叫法國不屈服黨 這個大左派 梅朗雄 基本上他拿著 那時候投票 他拿著22% 左派 他就說 寧死不投票 給勒鵬 就是這個大右派 如果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他都講到明了 就是說 到今年的夏天的時候 法國左派 在八月就會再出動 向爭取 即是法國國內的利益 好了 如果你這樣看這裡 你沒有了二十幾個巴仙 你看看右派 對勒鵬 說這個女候選人 握了四十幾個巴仙 的選票 那誰會支持你馬克龍 換句話說 你由一分為三 中間派 那誰支持馬克龍 基本上就是退休人士 主要是退休人士 其次就是中上階層 中產有錢那一班 支持馬克龍 為什麼他們支持他呢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法國這個夏天 很可能由街頭示威一載 理由為什麼 因為他一定要重推 法國的退休金大改革 什麼改革呢 就由六十二歲退休 就推到六十五歲退休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法國的退休金制度 基本上就很好 即是如果你現在 你去到六十二歲退休 基本上有些人 即是早出生的那些 就拿到你的薪金的五成 做退休金 那麼五一年之後出生的那些 都有三十七個巴仙 即是差不多四成 好了 現在法國就說 我要再推遲到 你要做到六十五歲 你才可以拿 但是就一定是沒有五成 其實又去到那一件事 法國沒有稅 國家沒有稅 那怎樣支持退休金 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是解決不了的 好了 第二樣是什麼 第二樣大家都知道 已經預算了 能源價格高企 食物價格高企 現在已經發生了 又在歐洲 尤其是什麼呢 尤其是這個俄烏戰爭 停下來繼續打下去的時候 這兩樣東西只會更加劇 不會好一些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你可以看到 在法國 即是本土 第一 能源 即是電費高 氣油高 第二 食品慢慢缺少 另外 即是貴 那些人 尤其是低下階層 一定頂不住 有些年輕人已經說明了 就說 其實我很討厭勒龐 但我也不喜歡馬克龍 所以我準備好七八月的時候 會上街頭示威抗議 那你告訴我 即是你做過總統 你要不要說明給你聽 八月來搞 那你說 大不大鑊 好了 那你反過來 看看香港如何 香港的分別就是 到七月一日之後 會有什麼發生 國安法繼續想安定本土 接著可能到年尾到 二十三條立法 立法之後再加多一重 保障在這裏 好了 在這個環境之下 代表什麼呢 反對派 銷聲匿跡 傳媒 即是搞事搞幹的 在挑釁這個社會 挑釁社會動盪的 其實這些人 或者其他方面 其實都沒有辦法 可以發揮力量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香港是否可以過一些 安定一點的生活 那我可以告訴你 八月九月 今年的暑假 兩邊都這麼熱 你寧願在香港 你不會寧願在法國 你不要想去法國 你去法國可能冷氣又沒有 油費貴 電費貴 可能街頭又是 扔鑽、扔石 又放火燒 這個我預早說定 因為一定是這樣發生的 反而香港 可能是我們有些安定的日子過 法國做了些什麼 我不想說這麼多 其實剛才我們說的那兩樣 都已經難搞了 當然法國如果調停 這個俄烏戰爭不成的話 內部出現問題 我想問大家一句 美國佬在旁邊會做些什麼呢 歐盟之中法國是主要的國家 美國和法國在核子潛艇 和英國和澳洲已經是反反地面 如果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美國佬會否幫忙搞亂理當呢 老實說法國亂 歐盟更亂 法國亂歐盟更亂 對誰最有好處呢 美國 所以大家看到 美國那些黑手 會否又去搞些事情 明搞可能不會暗搞 暗中支持 整整整路可能很多 所以大家看到 法國的環境都不是很好 我們回到香港 講講李家超 李家超今個星期 應該宣布他的政綱 當然政綱都說了 其實是遠景 五年希望做到什麼 做到什麼 做到什麼 有幾個大範圍都說了 我覺得其實 不也都假的 內政為主 疫情為常 如果可以控制到 香港的疫情 全民強檢 和內地開始通關 這樣 這個已經是立了一大功 我們現在看到 上海和北京 現在也有疫情爆發 現在也是在控制 台灣也有幾千宗 你又看到 台灣又是開始 按得這麼好 都開始爆發 你看到 疫情 不是你我之間 在願望之下 可以控制到 好處就是 如果上海可以控制到 北京 現在也可以控制到 至少到時 我們可以在內地 得到的經驗和幫助 在香港就會搞得好些 其實都不難去想像 其實香港到時需要什麼 第一 安排好 香港有充裕的物質 食物 儲備 甚至早些告訴大家 讓大家去搶東西 你搶完回家 但是你一搶 我馬上放 你一搶我馬上放 換句話說 大家真的沒有了那種 我怕沒有東西吃 那個問題 第二 就是物資供給 有些就說 可能你一個人 派一個人去買東西 或者我們都放在那裡給你拿 隨便哪一種都好 當局又是要有足夠的人手 去做這件事 我們曾經試過第五波 現在又看上海 北京 深圳 廣州的例子 我們做一定是做得好些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大家對全民強檢做完 然後可以跟內地通關 這就是大家 一個很大的期望 什麼時候可以 九月十月 應該如無意外 我看都是這些日子 記住一樣東西 動態清零的意思 就是 不是說 我全本土 一個個案都沒有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主要的人口地方 是沒有疫情 有疫情 或者有感染的人 已經早知道 已經放在隔離中 或者他們的親密接觸者 也是隔離中 如果是外地隔離 那這個便是危險性減低 這樣已經是動態清零 這樣我們是機會做到大很多 接著有兩件事 一件事是改革政府架構 這個就是安內 大家都明白 由第一屆到今天為止 政府內部 陳邦安生和董建華 其實內部有很多矛盾 其他是不是呢 其他特首的時候 可能是局長和常臂之間 大家協調不夠 有些又經常說 政策不是這樣 又不是這樣做 就阻止地球轉 現在這次改了架構 是不是可以大力之下 又可以換人 其他方面 是不是可以順利了 這就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究竟香港 可不可以建造一個和諧社會 這個和諧社會 首先我們剛才都說過 就是比較法國來說 我們會少了幾件事 少了我們的反對派 政治上 未來那四年 我們沒有什麼噪音 沒有什麼由外國主使 而協同的反對力量的聲音 行動 沒有這幾件事的時候 香港是否好一點 我們也少了一些傳媒 在這裡搞三搞四 趁機搗亂 希望搞亂香港 這幾件事加起來 其實大家都會明白到 和諧社會 如果有的話是多重要 現在和諧社會 不是代表大家 不可以談 不可以說 不可以反對 不可以什麼 而不是說 一個禮拜 我們都是示威 知道一個禮拜 最少有兩次三次的遊行 示威 搞這搞路 我們不是做這些事情 其實已經是一個和諧社會 李家超很可能 是第一個在和諧社會下 擔當特首的人 這是一個願望 當然最重要的是 他有沒有力量去解決 香港的房屋土地問題 這是大議題 有很多事情要說 今天不說這個 留下 第二天我再和大家 詳細解救 土地房屋政策 李家超應該做什麼 說到這裡為止 拜拜 大家看完片 不要走 記得按訂閱 之後按旁邊的小鐘 當有新影片的時候 就會通知你